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地产经纪Ronda 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7号 今天是星期二 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在北约克的一个新的项目 今年我前面几期节目也介绍过 在多伦多的北约克这边 今年有好几个项目要上 已经正在卖的Northcore 马上我们要开盘 今天介绍的就是Olive Residence Olive Residence 现在这个开发商 还没有把所有的这个Sky Model准备好 所以它的销售中心 现在就是说 基本上是看不到Sky Model的 跟我们去年卖这个Plaza on Young 是一样的 就是说只发一些资料 内部的一些资料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房子 可以提前做预定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节目 主要就是讲Olive Residence 开年2023年 进入2023年1月份以来 我们卖的Centricity 刚刚1月份我们现在正在卖 这个也卖的很好 Downtown的 Northcore这个Olive Residence 可能就是多伦多的北约克 这边的第一大盘 马上开盘的这个 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击点赞关注 并且转发给需要的朋友 如果大家有什么 自己在投资方面 有什么需求 或者说有些什么计划 但是也不知道如何下手 请大家直接跟我联系 我的联系方式显示在屏幕下方 好 今天的这个Olive Residence 它是坐落在北约克的核心地段 Yang Finch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房子的 到底在多伦多 这个北约克的什么位置 现在就再用这个Google Earth 来看一下 这个房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现在就是38号Olive Avenue 是图上红点标出的地方 它是位于这个404的北面 这个是North York 这个就是这个点 旁边就是这个401高速公路 可以看到它是在多伦多的这个北面 North York的市中心这个地方 我们来近看一下这个楼 就是红点标的这个位置 前面这一条 我现在肩头指的这条呢 是Finch 是一条主干道 左手边这条呢 是Yang街 这一条弯过来的呢 是Doris 在Doris Finch 就在这个Finch 跟这个Yang的这个脚上呢 有不少的Condor 西边也有 可以看到 它这个房子呢 可以看到朝南 我们可以正面看过来 朝南基本上是没有的 正南 东南方也没有档 这个西南方呢 有一栋比较离得远的楼 正朝西呢 是有一栋楼档的 朝北呢 是有两栋 一栋矮一点的 可以看一下 这栋是矮一点的 旁边这栋是稍微高一点 所以大家在挑户型的时候呢 尽量挑朝东的 朝南的 西南的 朝北的呢 也可以就是 如果是在西北这个方向呢 也是可以考虑啊 整个它这个交通位置非常好 因为它这里可以看到 我肩头画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Finch的这个Subway Station 这里步行过去呢 也就是五分钟的步行距离 这边的学校啊 都非常的好 可以看到右边这一片 一片基本上都是这个 low rise的房子 北约克呢 还是非常的受这个 各大民族的喜欢吧 因为大部分的移民过来呢 又要靠近交通枢纽 又要靠近这个周边 这个生活便利 基本上都是很多人 都特别喜欢北约克 这个是它这个地理位置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拿到的这个户型图 它这个户型图呢 大部分还是非常方正的 我们来仔细地看一下 到底哪些户型 值得推荐 这个是Genia一房的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Studio 这个户型呢 是T 我不是特别推荐 再朝北 这个呢 是这两个都是一房的 Loreal和Line 这两个户型呢 我相对来讲比较推荐这个Loreal 是朝南的户型 这个Lime的是朝北的 还有这两个也是一房的 Mantis跟Accord Mantis跟Accord呢 这个都是有 进门都是有些浪费空间 两个都是朝西的 这个一房的呢 我不是特别推荐 如果要买的话呢 我建议还是Mantis 这两个比较会稍微好一些 Honey Duel跟Pale 这两个是一房的 一个不是一房 一个是Pale 是一家淡 一家淡这个呢 我是比较推荐的 Pale的一家淡 而且它是朝南的 光线会比较好 从七楼到十一楼 它的这个阳台呢 还在这个living room里 还有一个小阳台 是非常不错的户型 大家记住Pale 这个可以买 然后我们看这个一房 加淡的 有Jade和这个Matcha 这两个呢 都还OK 都还OK 一个是都是 一个朝南 一个朝西 就看大家如果喜欢 买了以后 就是说享受下午阳光的话呢 建议还是可以考虑这个Matcha 它是一个洗手间的 这个呢 这两个Kaley跟Sage 也是两房 一个洗手间的 这个Sage呢 我不是很推荐 虽然它户型挺方正 但是我是觉得 总体来讲 它只有一个洗手间 有点欠缺 Kaley一家淡 一个洗手间的 这个户型呢 是朝南 大家看一下这个一家淡 两个洗手间的Neo和这个Baseb Baseb 这两个我来总体来说呢 我都是比较推荐的 都是朝西的单位 如果大家考虑一家淡呢 就可以考虑买这个Neo和这个Baseb了 还有这个C跟Pine 都是一个是一家淡 两个洗手间 一个是两房 两个洗手间 两房两个洗手间的Pine呢 价钱肯定会比这个C 一家淡两个洗手间的会贵 而且呢 它户型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如果大家预算差不多的话呢 可以还是考虑买这个 一家淡两个洗手间 朝南的这个C的这个户型 两家淡和两房的这个 Junipe和这个Forest 这两个户型呢 我都不是特别推荐 这个Ello两房两个洗手间 跟Clover两个房两个洗手间的这个呢 相对来讲呢 Allo要好一点 而这个是在西北角 可能朝西的地方呢 Balcony跟Living Room会有点太阳照过来 但是它是朝北的 相对来讲 光线可能比朝南的会差 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三房了 如果是个大的Family呢 可以考虑买这个三房的单位 三房的都是在这个西南转角 而且楼层呢 是从7到11层这个Avocado 或者呢Olive呢 是从12到32层 如果买View的话呢 大家预算可以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买三房的这个Olive 这个在三房里面是比较推荐的 好 这个就是所有的户型图 刚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如果大家有疑问 关于这个户型图怎么选 也可以单独跟我联系 好 刚才呢 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 用Google Earth 看了一下这个 整个这个38号Olive Residence 在北约克的这个俯瞰的这个地图 周围的这个 哪些地方的哪些方向呢 比较好 因为我们在选择买这个新楼 楼花的时候呢 一定要挑户型的时候呢 还要看它的这个朝向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从挑户型图掉到这个 挑这个朝向呢 是这个 以后决定了你这个单位 以后卖出手的时候 能不能卖到一个 比周围其他的同类型的单位 都理想的价格 这是非常关键的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价格表 我们是刚刚收到的这个价格表 是内部的一个VIP开盘的价格 可以看到这个T 那我们Junior一房 那是55万20900 平均持价呢是1365 Junior一房的有两个户型 L'Oreal和这个Lime是一房 平均来说呢 都是1330-1360这样子 就在1350左右一尺 然后我们看一家蛋的呢 一家蛋是从七楼开始 配偶的是80万4 80万零四千九百 平均持价是1470 一家蛋一个bathroom的 Jade呢是十二层开始 81万平均持价1488 这个Marcher呢是1347 Kelley呢是1342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 整体的这个价钱 它标的并不高 我们看往下的这个两房的 两个洗手间的 平均的持价最低 我们可以想Cloth 它不过是比较低一点的楼层 三楼的是1297 其实就1300都不到 可以买一个两房 当然这个总价是超过100万的 所以这个总体来讲 这个定价呢 开发商Capital Development 定的还是很保守的 价钱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 介绍Olive Residence 北约克的这个大盘呢 已经介绍完了 马上呢就要过中国农历的 这个新年了 这个星期六就是大年夜 我提前祝大家 在2023年的新春快乐 恭喜发财 好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本次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